高雄桥头地院法官石玉恩卷入律师郑鸿辉的诈骗集团案件 今天遭到北检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 案件从2023年起 郑鸿辉以每个月300万元代价 担任诈骗集团的军师 伙同其他的律师 协助诈团上游控管 遭逮成员供辞 而石玉恩则是协助分送律师报酬费用 甚至与郑鸿辉一起用不法的款项 投资建案 对此司法院就发声明强调 已经将石玉恩停职并且送到法官凭借 未来会依法究责 不会护短